红墙的力气也太大了 竟然一头把我撞晕了 我倒是觉得 不是红墙他力气大 是你身子骨太娇弱了 我可没想去接他 你做英雄 拉我天辈干嘛 这可要另当别论了 南平郡王 你难得英雄一回吗 红墙这姑娘 真是个纲烈女子 范公为她赎了身 如今她已经脱离湖海了 不用再牵挂了 来 安公 安公 那是红墙姑娘吗 安公 等一等 安公 安公 怎么回事啊 安公 快停车 安公 等一等 安公 红墙姑娘 你还有什么事吗 红墙来和三位恩人说声谢谢 谢谢三位恩人出手搭救免我一死 尤其要谢谢这位恩公 谢谢恩公为我赎身 不客气不客气 男子汉大丈夫 岂能借死不救啊 这番英雄英雄救美 把我脖子都快撞断了 对不起 恩公 您这是要去哪里啊 哦 去外地认之人 如此说来 安公难得再回东京 这 这倒不一定 说不定哪天时来运转 他就回来了 姑娘 快回去吧 啊 安公 姑娘 你这是干什么 红墙没有家 也不知道该会哪里 恩公对红墙有再生之恩 红墙却无以为报 若是您不嫌弃 就让红墙跟着恩公一起 做一个使唤丫鬟 端茶倒水 来伺候您吧 姑娘 你快快请起 你快快请起 姑娘 你可知道我去外地做什么吗 实话告诉你吧 我是被朝廷 贬到外地的罪臣 就算是地狱黄泉 刀山火海 红墙都愿誓死跟随 别看我 姑娘一撒娇 英雄静折腰 你忍心拒绝就拒绝好了 范公 这是你跟红墙之间的缘分 我看 你就不要再推辞了 是啊 有缘有分便算真情 真情难却 我今朝被别 也算是天涯沦落人了 既然二位贤弟都认了 我便成全你 我便成全你 谢谢恩公 好 宋军千里 终须已灭 范公 我们 就送到这里了 两位贤弟 辞去前路 山高水长 为兄就此被过 君王 你和皇亲走得近 你和皇亲走得近吗 我离不失啊 我离不得了 你一支 你和皇亲走得近 我 一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